韩国世界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域变故 未能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 IT之家10月21日消息 北京时间10月21日16时 韩国宇航研究机构 在位于全罗南道高兴郡罗老宇宙中心的第二发射台 成功发射该国目前运力最强的世界号火箭 顺利将1.5吨重的质量模拟载荷 送入约700公里高的太阳同步轨道 然而在火箭升空约一小时后 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布 尽管世界号火箭完成了所有的飞行程序 但未能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 它成功地达到了离地球700公里的目标高度 这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了 未来世界号火箭将用于发射地球观测卫星 以及韩国月球探测任务的相关航天器